之前的空服員罷工事件 民進黨的府院黨 通通都動起來 令挺勞工 力挺這些空服員 而這一次華航的機師罷工 為什麼府院黨通通躲起來 府院現在說不介入 總統繼續每天春節發他的紅包 曬他的年夜飯 甚至罷工都已經啟動了 2月8號罷工都已經啟動了這一天 他還在發紅包 這也是滿奇怪的 對整個事情只說謝謝 那行政院就更奇怪了 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之後 就開始當網紅 這罷工的幾天當中 他也是每天趴趴走 再當網紅 對於這個罷工的事件 好像也沒關係 府院說不介入 總統照發紅包 院長照當網紅 其實大家真的不關心紅包包多少 手上有華航機票的人 可能比較關心這一張的票 到底有效沒有效 飛機飛不飛的出去 或者飛機飛不飛的回來 為什麼這一次 府院的態度這麼低調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這兩件事情拿來比較 真的是非常恰當 因為一個是華航的空服員 一個是華航的機師 時間一個是2016年的5月 一個是2019年的2月 所以時隔兩年多三年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同樣的類似的狀況 但是同一群人或另外一群人 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們先講2016年那時候 是蔡英文總統她剛剛上任要去巴拿馬 結果發起了空服員大罷工 我先講一個前提 因為當時非常多的空服員走上街頭 連我過去的在線上採訪的媒體朋友 私下都會笑稱 那是他們採訪這麼多年以來 最難忘的一次的街頭抗爭 因為連空氣的味道都是香的 空服員總是他們習慣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網友化妝品 現場美麗的畫面 非常多的這些香水 在彌漫在空氣當中 他們都覺得說很同情這些人 而且畫面很美麗 大家記得當時的狀況很簡單 當時的華航董事長孫洪祥 是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指派的 就是這個人下台就對了 這個人亂搞 空服員的這些 他們所提出的這些訴求 為什麼華航不能夠滿足他們 何暖軒滿足他們 他當上董事長了 所以有國民黨可以罵 有馬英九可以罵 有馬英九的人馬 當時是不是我們可以再去檢視 孫洪祥可以罵 就把他們全部罵倒 所有的絕親也好 民進黨的立委也好 全部一面倒著 支持這些空服員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講過兩句話 大家可以上網查 他說如果不是忍無可忍 不會有人罷工 第二個就是說 我不會讓你們孤單 聲援空服員 所以當時空服員所提出的訴求 照單全收 而這個人蔡英文總統 他現在還是總統 基石所提出的要求 為什麼總統沒有照單全收 剛剛兵哥給大家看 從2月初到現在 整整的9天 他也不是不存在 他還在呼籲不要酒駕 還在發紅包 可是他就沒有針對於以前 他這麼高度重視 而且不讓你孤單 而且如果不是人無可忍 沒有人會走上街頭罷工的 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他就不一樣了 態度不一樣了 因為可以罵的人已經是自己人了 何暖軒已經是自己人了 這第一個階層 第二個階層觀眾朋友要知道 何暖軒畢竟他是華航董事長 我剛剛所講的 當時他就是因為換掉了國民黨時期 鎖 那麼可以說指派也好 或者是支持也好的董事長孫皇祥 你現在是民進黨的指派 誰能夠管你 關股你說佔30% 你能不能夠讓這個人當董事長 你有這個實力 你能不能影響他的決策 能不能影響何暖軒 跟現在的機師 在罷工的這些機師們 坐下來談 各退一步 交通部長林家隆說我不行 他說他都聽證文燦了 證文燦說不要再來 變成新潮流跟鄭國會相爭 所以觀眾朋友要知道 剛剛賓客帶講了 為什麼總統也好 或者是院長也好 好像意外的身影 你們不是接地氣嗎 那這個事情最受影響 大家出不去 回不來 大家機場大亂 那你怎麼不接地氣 買呀 賣來 那個是派系鬥爭 現在是這個隆燦大戰 是鄭國會跟新潮流在那邊鬥 我最好閃遠一點 讓他們先去PK一下再說 但是這種態度 就跟之前拿出來做比較的一樣 之前民進黨的委員 對於這個事情是比較積極的 是比較認為應該要聲援牢方的 這一次其實也有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講說這叫高薪鬧事 就說因為他薪水很高 立刻華航也配合公佈他們薪水 機薪34萬 副駕駛First Officer 20萬 就是四條槓的34萬 三條槓的20萬 觀眾朋友 大家記不記得 幾年前有一個碟戀花瓦覽車事件 他跑去好像是武林農場你看櫻花 當天來回都是長輩團 疲勞駕駛造成了一個過彎過不去以後 非常嚴重的後果 疲勞駕駛已經是 我相信觀眾朋友現在在看電視 你也不會接受 簡單講我就用結論跟大家說 有個叫Phil Wong的 他以前應該有在華航做過 他現在不在了 他在一個韓籍的航空公司 他是機師 因為我有很多機師朋友 就是我以前的同學後來就在 就在現在這家航空公司當機師 我會問他們意見 但我當然不能講他名字 後來被人家 我問他意見 他沒有什麼特別看法 他給我這篇文章 他告訴我說 我也害你去看一下 當個機師他要做的是什麼 飛機起飛 我們兩個小時前去掛行李 可是機師他要做好所有的檢查 然後他還貼出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他還貼出了這個就是 他的這個飛行員加油站的網站上 這個人叫Phil Wong 這個攝影師可以幫我看一下 他特別用他的椅子 來做一個影子 就是說從這個椅子來講起 這就是我駕駛員的座位 他並不舒服 也不柔軟 因為有太多的飛鞍上面的條件 限制要防火 要怎麼樣 所以我只能坐在這邊 一個8個小時的飛行 他必須提前1個小時左右 上去做好所有的準備 他不是跟你一樣掛心你在那邊等 然後在那邊喝可樂 或是看你的手機在看影片 然後一旦起飛之後 他要不斷的去跟塔台聯繫 起飛之前還要waiting 可能非常擠的關係 他要等個半個小時 他都不能離開這個座位 只有上廁所可以 一個8小時的飛行 實際上他的實測25年 他飛25年了 他至少要在那個位置上面 待大概10個小時到11個小時 所以如果說日本 韓國跟美國 他所要求的飛行員的飛行時速 8個小時以上的連續飛行 就有第三位的機師在現場 這次他們要求是這個 為什麼我們是10個小時以上 而且我剛剛所講 如果你是飛行時速10個小時 代表他在座位上是11個半小時 日本 韓國跟美國 都是8小時以上就有第三位 這一次我們的機師要求 要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為什麼不同意 皮疗價值才是最危險的 剛剛講碟電話事件 一個飛機要是掉下來 他所造成的問題使傷更多 所以這個機師我剛剛特別講 他已經不在我們台灣的航空公司 他在韓航 韓國更低 7.5個小時就有第三位 所以通常到尿 大家不要用就是錢高 我第一次知道說 一個機師的月薪這麼高 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他爸爸是機師 我也是嚇一跳 30幾萬 可是觀眾朋友 他越負擔了這麼多人的 生命財產安全的時候 他的風險越高 他越不能夠犯錯 飛起來的那個時候你要準備 他已經好幾個小時了 但是落地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可是那時候他已經 已經有將近8到10個小時的時間 在那個地方全神灌注了 所以去聽聽機師們他們的要求 這是兩件事 我剛剛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知道這次的事情 因為太多人受影響 上次空服員沒有 大家都看新聞 回到現場去感受一下 這次因為是年節期間 班次大亂以後 覺得受影響 我看很多人都也不高興 我班次被取消了 我回不來了 你是因為這樣受影響 所以會有一個怒氣沒有錯 可是這個事情機師 他們也溝通很久了 但是因為溝通未果 所以這才選擇在 最不能忍受的春節期間 發起這樣的一個罷工 站在飛鞍的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我是支持 機師應該也有我剛剛講的 至少要有國際標準 日本 韓國跟美國 都是8個小時以上連續飛行 必須要有第三位的機師在現場 這樣子的標準 是不是台灣也可以做到 當然這次機師罷工的主要訴求 其實疲勞駕駛是中間核心中的核心 這一次到協商到現在為止 沒有辦法完全達成共識 主要也是疲勞駕駛排班的問題 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但整個事情大家覺得 最疑惑的是政府 是不是讓這整件事情 爆發在春節期間卻做事不管 因為從2月1號開始就已經宣布說 隨時有可能要重啟罷工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2月2號甚至都開始在演練 整個罷工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府院交通部 一直都不願意去碰觸跟處理 這是大家覺得很疑惑的 不願意去碰觸跟處理 是希望這件事情 讓派系中間重要的人物 先打完決定了才出手嗎 那犧牲的是什麼 犧牲的當然是這些機師的權益 還有所有消費者的權益 大家在這春節的9天連假當中 隨時要擔心 如果買的是華航的機票的話 到底能不能飛出去 能不能飛回來 甚至這個華航的罷工 可能也會影響 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的問題 銜接的問題 在我們的年假期間 春節的假期期間 如果你去看蔡英文的臉書 大概2月2號之後 他幾乎每一天可能都有一天 早餐 午餐 甚至有宵夜文 一天可能都發到三篇 賽貓 賽狗 賽宵夜文 可是等到2月8號正式 也就是正式啟動華航罷工的時候 他只發了一篇文章 之後就全部空白了 所以我不曉得這是不是 蔡英文的小編也罷工了 還是蔡英文自己臉書也罷工 他就完全就不再發文 一直到今天早上 終於蔡英文發文了 針對華航罷工事件 講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話 也就是說讓大家努力的去協調 然後希望能夠取得三贏 所以也就是蔡英文為什麼 又變成神隱少女了 因為大家應該記得 在去年的九合一大敗的時候 蔡英文跟大家說 他說他覺得責任比連任還重要 過去很多事情他都退去二線 現在他事實上要站在第一線上 大家應該還記得 還回廊談話 對所有重大的事件 他都要談話 不是嗎 可是在這一段時間 也就是2月8號 華航正式開始罷工的時候 那麼他照樣去發他的紅包 然後他臉書上開始 就是除了這個發紅包之外 完全不提華航的事情 所以媒體就問他了 就問他對於華航罷工這個事情 他的看法是什麼 他只給了大家兩個字 謝謝 謝謝 這跟他兩年前 華航號稱史上 台灣史上顏值最高的罷工事件 就空服員罷工事件 因為當時蔡英文剛剛就任 民進黨剛剛取得政權 那時候上次蔡英文 到所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你看他們多麼關切 多麼體華航的空服員 每個人都站出來 都成為這個勞工的 最堅強的後盾 就如同剛才韋翰說的 當時蔡英文講什麼 說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沒有人會要來罷工的 所以罷工非常有道理對不對 然後還要告訴 那時候因為他要做華航的 專機出訪 他說你放心 政府絕對不會讓你們孤單的 所以這個之後 何暖軒就成功的化解了 華航空服員的罷工事件 從此之後何暖軒接受各大媒體 尤其是一些商業性的雜誌 大談他怎麼樣做公私治理 大家把何暖軒捧成英雄 是不是如此 覺得何暖軒好棒棒 可以完全的解決 華航的罷工事件 可是兩年後 今天的何暖軒跟今天的蔡英文 他們的表現是什麼 我剛剛講 蔡英文在這個事件裡面 又回到神隱少女 不要說什麼退居第二線 他神隱起來了 不講話 還有包含蘇貞昌 蘇貞昌你是行政院長 對吧 因為當時像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是為了要朱溫 解決朱溫的問題 防疫的問題 他立刻殺到了桃園機場 然後去破口大罵 罵這些官員 表示他都有破例 讓他衝衝衝 可是這件事情 大家也覺得非常奇怪 我們的行政院長在哪裡 院長野神引起來了 回過頭來看何暖軒 2月1號 因為協商整個破裂 2月1號 華航的機師工 就是機師工會已經預告說 非常有可能 就隨時有可能啟動罷工 但是何暖軒一直遲到2月4號 才回到國內 那蔡總統你去聲援空服援 2016你錯了 可是你並沒有解決問題 你一直累積下來 包括剛剛韓平雄提到的 其實去年8月機師工會 已經習俗抗議了 可是你一直沒有解決問題 不管什麼大阿哥 二阿哥 你們去處理也都沒有解決 那這些東西我的結論會 會一直影響 如果他一直沒處理的話 會一路影響到蔡總統跟民黨 2020的大學 何暖軒他當華航董事長 最重要後面的推手就是鄭文燦 因為當時是鄭文燦 推薦何暖軒去當華航的董事長 因為何暖軒之前是陶基 對不起 陶傑的董事長 也就是桃園 因為桃園是屬於桃園 對 桃園結一公司 原來等於說是 算是鄭文燦的人 然後鄭文燦把何暖軒 推薦到華航當董事長 在好幾次交通部 要內閣改組的時候 何暖軒都是交通部長呼聲 很高的人選之一 所以何暖軒已經被視為 是鄭文燦的人 所以你今天林佳龍 為什麼要放這個話 果不其然 鄭文燦立刻就跑出來 因為他立刻對號入座 他說如果何暖軒早聽我的話 那麼華航就不會罷工了 請問一下 這整個事件我們剛剛講 我們呼叫的是誰 我們呼叫的是行政院院長 我們呼叫的是蔡英文 為什麼鄭文燦自己要跑出來 何暖軒要聽我的 請問一下何暖軒 為什麼要去聽鄭文燦的 自己想要澄清說 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華航的罷工 你們不要算髒水 不要潑在我身上 我們都知道林佳龍 在民間黨的派系是什麼派系 鄭國會 大家都不知道 他鄭國會的頭子就是 游錫坤 然後第二號人物就是林佳龍 那麼鄭文燦是新潮流的大哥 所以你在整個的華航罷工事件 如火如荼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結果交通部長林佳龍跟鄭文燦 兩個人還互相切割來切割去 反正就告訴你 一個是說何暖軒是新潮流的人馬 不聽我的話 另外一個說雖然是我推薦他 可是這次他也沒有聽我的話 拜託 這個事件引起這麼大爭議 我必須要講 這個是在我們的航空史上 唯一 我不能說唯一一次 至少是空前的 第一次在春節連假期間 罷工影響這麼多航班 還有旅客的權益 結果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的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神隱的神隱 然後不見的不見 推責任的推責任 切割的切割 更可惡的是 派系繼續鬥爭 你們真的有把華航跟華航的員工 還有所有的旅客權益 放在前面嗎 還是你們的派系的權益 是超過所有旅客跟華航 跟員工的權益 他為什麼要呼叫蔡英文總統 因為在2016年 他就任之後 第一次要出訪 要去巴拿馬的時候 搭了華航專機 那個時候空服員 也趁機發起了罷工 空服員發起了罷工 所以當天唯一飛出去的華航班機 就是蔡英文總統的專機 只有他搭了 這一次難道是因為蔡英文總統 春節不出國 不搭華航 所以這件事他就不管了嗎 當時他怎麼挺這些空服員 他說如果不是忍無可忍 沒有一個空服員會走向罷工 我不會讓你們孤單 力挺空服員 不只是蔡英文總統力挺空服員 當時的實在力量 黨主席黃國昌 為了挺空服員 還居然放總統鴿子 這一個拚外交的參訪團 他臨時落跑 因為他說他要到現場去靜坐 陪著這些空服員抗議罷工 後來還趕上行程 造成了大家的麻煩 民進黨的立委段儀康當時留下一張照片 說他默默的加油跟祝福 因為他去了現場 他說他不是主角 但他對他們默默的祝福 事後他當然也說 那時候的華航為什麼會鬧出 這一個罷工事件 是因為裡面有很多垃圾必須要清一清 民進黨清了兩年是怎麼樣 是都沒有清嗎 怎麼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 包括王定宇 陳廷飛 陳明文 大家通通跳出來挺 華航空服員 王定宇說這叫做刻意擺爛 能力不足來處理勞工的訴求 陳廷飛說這些高階主管 要負最大的責任 陳明文說 這是政府投資的公司 要注重勞工的權益 但是到了今天 機師在春節期間罷工 我們蔡英文總統只告訴大家 謝謝 黃國昌沒有接電話 消失 段銀行說不方便 因為在騎車也不能接電話 陳明文沒回應 陳廷飛沒回應 王定宇沒回應 空服員跟機師有差這麼大嗎 輝文 我用華航乘客的身分來發言 因為這個罷工是2月8號開始 沒有被影響到 我是2月7號回來 謝謝 那我相信 謝謝他們沒有在2月7號罷工 對 因為我第二天看網路新聞 罷工我不是昨天才回來 而且來回都搭華航 但是我要跟蔡總統報告說 這個民怨 就像剛剛洪威學妹講的 他不會去歸咎到華航的機師 或是華航的高層 一定都把這帳都算在蔡總統身上 就跟中選會的烏龍一樣 謝謝 這個蔡 他只能回答你謝謝 總統出來了 這個是蔡總統他在競選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看這個事情 2015年 他那時候還沒當選 他說我2016 因為那時候民調是10 2016民調政府是有史以來 最會溝通的政府 他非常的有自信 我給大家看這個時間點 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他6月24號他要出訪 然後剛好遇到罷工 他當天就發表談話 當天發表談話 因為剛好那一天出去之後 他的專機出去而已 他在機場特別開了一個記者會 大家都記得 陣仗很大 我們看這一次罷工是2月8號 可是到今天蔡總統來說 我們要三隱 剛剛這個幾位前輩提到 這個時間的落差非常的奇怪 而且我覺得這個蔡總統 應該給大家一個交代 剛剛提到的這個黃國昌的時間 因為黃國昌他後來的烏龍就是 其實當天就落幕了 觀眾朋友我們要了解說 這一次的罷工 可以讓我們了解說 2016那一次是 何暖軒那是錯的 蔡總統也是錯的 蔡總統去聲援空服援是錯的 罷工是個專業 罷工是個學問 你總統不能表態說 我挺空服援 你挺空服援 黃國昌董事長怎麼談判 所以何暖軒是全面的投降 他當天就簽了協議說 你們要7個訴求我通通簽了 然後公會代表說你都簽了 我們抗議怎麼當天就解散了 那不叫談判 那就投降 蔡總統你說我要聲援空服援 你不應該聲援空服援 你應該說那我責成相關單位 你們該談的去談 去了解狀況這樣才對 所以這一次的機師的罷工 讓我們回到2016年 其實2016年的處理是錯的 我要特別跟觀眾報告說 不是我幫資方講話 資方跟勞方相比 勞方永遠是忌憚 所以我是無條件的聲援勞方 包括機師也好 地勤也好 空服也好 他們都很辛苦 但是我用柯文哲的話 來當我的這個結論 柯文哲他說我們需要的是 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不需要解釋問題 我們要解決問題 蔡總統你去聲援空服援 2016你錯了 可是你並沒有解決問題 你一直累積下來 包括剛剛韓平庸提到的 其實去年8月 機師公會已經提出抗議了 可是你一直沒有解決問題 不管什麼大阿哥 二阿哥 你們去處理也都沒有解決 這些東西我的記者 這個結論會一直影響 如果他一直沒處理的話 會一路影響到蔡總統 跟民進黨2020的大選 所以現在到底是誰 該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如果 柯文覺得總統不應該介入 行政院院長可能也不應該介入 那到底是誰 該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這些人到底有沒有 要出來解決問題的意思 如果今天總統說不管 院長說不管 交通部部長說管不了 因為華航我只有35%的股分 還有好多是其他的股東 所以他管不了 到底誰能出來解決問題 這是有一個大人出來拍板說 交通部你去把問題解決 要盯著才能做 還是政府要有人出來解決 35%也是個很大的股東 基本上董事 董監事 獨董 還有董事長 甚至總經理 都是自己來去做一全全的掌握 官派的 所以說你怎麼還會推給別人呢 我在想蔡英文前一次的那一次 罷工事件介入協調 就為這一次立下一個 很不好的一個基礎 大家會覺得說反正我出來鬧 鬧完之後上面就會出來收拾 因為大家怕說那個場面收拾不了 怕飛機飛不出去 只有靠蔡英文來把它解決 同樣的道理 到今天了已經快了一個禮拜 所以大家其實是在等 總統解決問題 對 還等一個禮拜 基本上總統不願意出來解決 行政委員長在旁邊 也是點點看著 不管 我覺得這個對華航內部的文化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裂痕 雖然這個事情總有一定會落幕 我估計大概本週大概就會落幕了 本週落幕 如果再不落幕的話 他也是史上最常罷工 是 民進黨今天的選舉他不用選 本週週末 因為週末15號 元宵節很多人開始要 也是有另外一波的運輸高峰 還是明天會有回廊談話 來讓他落幕 希望如此 不過這個我覺得 對於企業內部來看的話 我覺得對企業內部的經營 是產生一個很大的裂痕 包含在組織文化方面 有的技師贊成罷工 有的技師不贊成罷工 地勤人員跟空服的人員之間 也產生很多矛盾裂痕 昨天還有一些地勤人 跑去交通部前面抗議 那新聞並不大 所以你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華航內部的政治文化 跟企業文化會分崩離析 這樣子的一個分崩離析 就不是何暖軒一個人下台 就能夠扛得起來的 因為包含整個的航空公司的 經營的前景 還有怎麼去算他一些成本 如果這些零零總總等等 我覺得對華航的未來的前景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陰影 我在想這個事情 大概何暖軒在本週末 大概也就會下台了 他在本週就會下台 他跟著一起被解決 一次被解決掉 因為你這個事情鬧了這麼久之後 一定要有可能承擔這樣的責任 不可能說這事情落幕 然後沒有人去承擔政治責任 更何況何暖軒在之前還說 我不把這些上次要醞釀 在機師罷工的時候 我就用很強硬的方式 跟其他的航空公司聯絡好 把我的客人的 轉單到其他航空公司去 所以何暖軒基本上 在事情發生之前 根本就不怕 我就不怕 我胸有成竹 第一波只有100多個 200多個繳回機師鎮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看在眼裡 剛開始第一天之後 八班到12班的時候 坦白講對整個醞釀來說 並不是很大的一個情況 但是你越不解決 越拖越大 公司內部分裂 政治的問題越吵越多 派系的問題浮上台面 然後民眾對華航的形象 對國家的政府的 解決危機的能力 都產生很多質疑的時候 我請問 我覺得蔡英文也好 我蘇珊也罷 你還能安靜幾天 還能安靜幾天 各況明後天還有民進黨的 什麼會議 眾常會 還有行政院院會 難道都不討論嗎 語情都不討論嗎 外面都發生這麼大事 你語情都ㄉㄉㄉㄉㄉ 都不知道說 外面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群組裡面可能現在炮聲龍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週末 我覺得整個事情 會告一個段落 但是對於整個華航 內部的政治文化 企業文化的傷害 還有整個航空事業 怎麼去做一些其他的發展 你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制度 你到底要聽誰的 你到底一聽以勞工為主 還有你自己公司的 資方的成本為主 我覺得這一塊整個的影響 我對華航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深的傷害